大家好,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分区幽默的主持人小雅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个充满幽默和底层互害互骂的故事 这次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区里 主人公是一位对于物业费涨价问题非常关心的业主 事情的开端是这位业主发现原本三毛六的物业费突然涨到了五毛 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满 于是他决定找物业客服讨个说法 这位业主带着满腔的疑问和怒气给物业客服打电话开门见山的问 物业费为什么涨价?有没有什么红头文件证明? 显然这个问题让物业客服有些措手不及 面对业主的质问客服大姐只能无奈地表示 经理正在开会要不您等他开完会再说 业主听到这个回答显得更加不耐烦 你们经理开会,难道就没有一个涨价的通知文件吗? 就算没有红头文件给我个清单盖上张也行啊 这时候客服妹子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只好说要不去贴个广告 通知一下大家涨价的事情 贴广告,你要去贴广告,你连个文件都没有 业主越说越生气 觉得自己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答 而客服大姐则继续解释 其实是因为工人工资涨啦 所以物业费也跟着涨啦 业主却不买账继续兼职要一个正式的文件 工人工资涨了关我什么事 你拿个张来,证明给我看 不然我就交三毛六 这场对话简直彻底给物业大姐弄门圈了 整个过程充满了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和争执 业主和客服的互动宛如一场精彩的相声表演 一来一回互不相让 最后业主还是坚持要一个涨价的正式文件 而客服大姐则无奈地继续解释场面好不热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段视频片段吧 嗯,是我呀 不是,你会说话吧,我问你呀 那我也没有说别的,你说哪要红头文件 红头文件你不明白吧 告诉你给我整个文件也行 你还老要红头文件,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不是,你说整个啥要文件啊 你叫家的文件你听懂了吧 你要听不懂你就别说话也话 让我上社区给你要文件去 上什么社区,你回哪管你不知道吗 那你说让我上哪要去啊 你是物业的吧 我是物业客服呀 对,你物业是不是有经理啊 经理开会呢 对,你给我问问你们经理啊 根据什么涨了价,你给我拿出个文件来 没有红头文件,拿出个文件来 拿出个表也行啊 你嘴巴涨价就涨价了 就是我去要就跟经理说 就是没有红头文件要个就是 啥个文件都行 你就去最起码张贴广告 贴出个广告来吧 对吧,我啥没看着 你说要五毛我就给你五毛 你说要往哪贴广告啊 你贴哪都行,你贴到门都行啊 你得给我个说明让我看着吧 你嘴说涨五毛就涨五毛 你说让我去贴广告啊 你贴不贴都行 你最起码你得给我一份吧 我得看看是怎么涨的价格啊 不是 那这这啥个 那都是五毛呀 那我,你说再让我去贴一张广告一下 你给你啥这样的五毛 我就问你给你啥这样的五毛 你得让我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刚才来咱们这两个月 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呀 原先三毛六 你不知道吗 现在长得五毛了 这一毛四跟你怎么长的 你就说让我贴个广告吧 往哪贴啊 你想往哪贴往哪贴 贴咱要去 随便贴 我现在去贴个广告去 你随便啊 你想贴你贴呗 怎么写这个广告 你想咋写你咋写呀 要不我去交三毛六 你说三毛六可以 你说三毛六随随随 你说五毛五毛怎么长的 你那个名字怎么长的架 我知道怎么长的吗 你超约我交五毛 你要一贴我交一个广告吗 那你不是 那你不是让我去贴个广告吗 对呀 我要贴广告 最起码你 你知道咋长的架吗 你不知道咋长的架吗 我知道呀 我就知道呀 我就知道说 工人工资跟着涨呀 你工人工资跟我 跟着涨 跟我有关系吗 我顾得你啊 你也对着涨呀 我顾得你啊 你没有顾我 我是对你们服务呢 我是 你为我服务对呀 我现在就需要你 你现在没钱啊 钱多了 不想给你行吗 哦 那你就现在就不想交了 你没弄懂 我怎么给你呀 姐姐 不是我为难你啊 你找你们个领导来 让你们经理啊 是吧 你三毛六 你长得一败 我们家里 行的开会去了 他开会开完会 你不会找他吗 他开一天开一年 那我不知道 他开啥时候呀 你啥时候回来呀 他咋交代你的啊 我就问问你啊 啊 他咋交代的你啊 他 他交代我啥呀 咋交代你手废 怎么交代的 他没有交代我啥呀 我发现你是不是 神志不清啊 还是 神志不灰呀 你 我说你说啥意思呀 他没有交代我啥呀 我发现你是不是 神志不清啊 还是 神志不灰呀 你 我说你说啥意思呀 你这么明白了吧 哎 你这么明白了吗 姐姐 我不是明白你说的 有什么文件 你屋里就你一个啊 对呀 你上外面找过你们同事啊 你就说 把这大港挂的清单 或者是名积 那我去找保安 说保姐你 意思你屋也就 就跟你弄一个人 对呀 那你妈妈说过姐姐 那你慢慢说吧 啥时候能名 我把你啥时候找过行吗 哦 签我 我签我随时交 我就需要一个 涨价的这个清单 或者证明 知道吧 你嘴说 口头说不够实啊 就意思这个 红头文件是吧 你看你老针对红头文件 你没有正规的红头文件 没说吗 你给我个清单 盖 盖上你们这物业的章 都可以 知道吧 我那没有章 我需要拿着报销 我需要个证明 明白吧 发交也可以啊 你要报销 你打就刚才那个手机号就行 打什么手机号 我就打这个 你乐乐找不找 我没时间 你要白天就打这个号 我现在就打这个手机号 我就折折做机 知道吧 知道 你要是就是打报销电话的话 白天就打这个号 我报销什么报销 我就要发票 我要证明 你给我拿证明来 我给你钱 买东西 是 你给我东西 我给你钱 知道吧 那你交物业费 我能给你发票 你给我发票 我需要个涨价的这个证明 原先三毛六 偏要涨的五毛 根据啥涨的五毛 你给我拿出个 拿出这个证明来 行不行 要个证明 对 盖上你们 你们物业的招 要个招 对啊 你三毛六 变更成五毛 给我盖上你们个招 盖上你们物业招 就证明要个招是吧 对 然后还要红头文件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那有那个网络 说要红头文件了吗 你刚刚不说 要红头文件吗 我开始说要红头文件 你不密友吗 密友我不和你说了吗 密友你给我拿个清单 盖上你们个招 也可以啊 证明一下 就是你们涨价了 可以吗 然后就红头文件 喝就是这个啥个 不一样他俩 你听了半天 你听不懂吗 那还让你来收费呢 不知道你学个啥意思 要吗 你给我拿出个 红头文件来 要红头文件 对 红头文件没有 红头文件是啥玩意 你找你们经理一下 红头文件 他要是没有的话 让他给我拿出 一个长家的明细 清单来 给我扣我你们个 你们天润物业 是什么物业来着 你给我扣我个 你们的公章 也可以 给我变更一下 说物业涨价了 或者人工什么 费用涨价原因 或者什么原因 从三毛六 涨到五毛钱 给我们个通知 对吧 小区动作业主 大家伙都不知道 你得给我个通知 怎么涨的价 你嘴说张家 找五毛 我就给你偷五毛 明白了吧 姐姐 我也不是为难你 你不懂吗 你为你们经理一下 你们经理开完会呢 你可以开完会问他 他不可能开一天开一年 什么 就这么说 就这么讲的 我知道 你我记一下 要一个红头文件 还要一个公司的招 你要是要公司那个招吧 这件事你要证不明白 姐姐 你干脆让他换人吧 是吗 还得不要比他两边去 然后还要那个 就是涨价的 然后还要什么呢 就一点 我就要一个涨价的清单明细 知道吧 就是怎么从三毛六 变更到五毛的 行吗 要个清单 要个明细 对 然后还有变什么玩意儿 你就不管那些 你就说了 你就说我说的 你说这业主说了 他就想要一个 从三毛六 变更到五毛钱的 这个证明 三毛六变五毛的 证明 证明 然后再要个 什么文件 红头文件 你要不明白 让他给我打电话 让你们经理给我打电话 行吗 哦 费劲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期待下一个 风趣幽默 底层互害互骂的故事吧 再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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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